來 吳老師 讓我們問一下吳老師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不孝順的孩子的案例 講一個實話 我們如果有同理心 很多不孝順的孩子 他自己沒有概念 他不知道他那個叫做不孝順 所以這個跟父母的教育 是有問題 跟教養有問題 非常大的問題 在華人的教育裡面我都發現 大部分的家庭在教育過程裡面 對孩子說NO的那個習慣沒出來 都太寵了 太寵了 就爸爸媽媽可能太忙 或者疏忽 不懂得怎麼教養小孩 常常都說 好啦... 錢拿去用不要給他擦 好啦... 起來...有沒有 就隨便互弄的時候 小孩從小沒有學到 延遲的享樂 什麼意思 就是想要即時的享樂 主要那顆糖給我 你身上那顆糖就有 給我... 爸爸給我那顆糖 你身上不是一個糖嗎 給我啦... 真的給我 做完功課再給 我現在沒辦法給 沒辦法給 所以你看 他會懂得NO的時候 我就說爸爸不要沒關係 但有的爸爸就拔了就給 就是孩子要的時候 現在我們現在講的是小東西 但是都是造成他的價值觀 他要什麼就給什麼 要什麼給什麼 就你應該給我 你本來就應該給我 你本來就給我 你小時候 我從小時候都有 你為什麼現在不給我 所以錯誤的教育方式 所以從來沒有對小孩說NO 所以意思是說做父母的要說 好 我這個糖可以給你 但是你應該去 做完什麼什麼 照垃圾 或者幫媽媽洗碗 或者做什麼... 就是所謂的家庭教育裡面 要遊戲規則 對 遊戲規則要定好 然後小孩有配合 那就好棒 如果沒做到 請你繼續努力 所以小孩要有努力的過程 來得到他應有的東西 他會感受 他會很珍惜 會很感激 是 但是遊戲規則要定清楚 就是你不能說 這顆糖 你把垃圾倒完 然後你就有 結果他垃圾倒完 爸爸已經自己吃完了 不可以 對 父母也是要手心用 真的手心用 對 所以我看到台灣很多的教育 有很多的偏差的部分 譬如我們講 其實小孩會競爭 或是說爭一產 這個 都是其... 其來有志 就是有機可循 有因果關係 都是有關鍵的 就是當初 爸爸媽媽在教育小孩的時候 就 你看... 你不要像姊姊那樣子 你看他都很偷懶 你不要像弟弟那樣 已經造成他們相處中的 很多的誤會 誤解 不過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言遲享樂 然後讓孩子遵守家裡的 遊戲規則 而且要有努力的過程 對 太快容易得到 他就不珍惜 他不會珍惜 不會珍惜 所以這樣的會造成 後面一堆的問題 所以我們所有做爸爸媽媽的 你在跟孩子講一句話 做一個動作做什麼事 都要想到往後你的家族 能不能越來越好 是因為你用對一句話 去影響他 給他最棒的支持 我覺得現在的父母 一定要教會小孩 要懂得分享 尤其是先從自己的兄弟姐妹做起 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東西給你 就是他就是我的 誰都不能來跟我分 因為有很多就說 沒關係… 好 哥哥有一個 好 弟弟也有一個 這個東西他們就會自我保護 就覺得我的東西就是我的 誰也不要來跟我搶 可是我會覺得分享是很重要 你現在你女人那麼小 你都怎麼教他分享 就是他吃一半你把它拔出來 也不是 我就會告訴他說 好 比方說這個蘋果給你吃 可是你要不要分爸爸吃 你要不要分媽媽吃 就是給他一個分享的概念 然後他現在就是 連他的保母他也會覺得 應該要一片給阿姨吃 那這個很好的 我覺得這是分享 這樣就會 當然我們這一集看到的父母 就是這幾位老師 大家講的 我想很多做父母的會有所感 會有所體悟 但是會發現說 自己會覺得說 可是這孩子已經長大了 我已經以前就沒有教好了 那我現在再來教怎麼教 他根本已經不能 他已經不聽了 那這是要怎麼樣 讓孩子已經大了 可能已經十幾歲 或已經二十幾 或已經三十幾歲了 那甚至還有方法嗎 有 來 蘇老師 教大家一個 如果說家中真的有一些 不孝的子孫的話 可以讓他們變得聽話 變得乖巧的 有沒有這樣的方法 第一個 比如說 比如說你兒子跟你不好 或者跟你不孝 那你記得把你兒子的衣服 哪一件 他穿過的衣服 他穿過的喔 不能去買新的 他穿過了 你把它像這樣折好 那譬如說母親對不對 母親把衣服把它折好 然後記得是正面 跟這個小孩子的衣服正面 面對面 然後母親要在上面 不能在下面 然後就把它蓋著 媽媽把孩子的 就是不孝的這一個 孝順的就不用嘛 孝順不用 就是不孝順的那一個 那這樣把它壓著 母親的在上面 如果爸爸跟兒子不好 那就是爸爸的在上面 那這個衣服弄好以後 第一個 你要先念一個咒語 你這個衣服弄好 先放在你的房間 就是母親的房間 先壓在枕頭下 然後先壓49天 那49天你記得 每天在你的 你把衣服拿出來 針對這個衣服 記得你就念這個咒語 大家念這個咒語 每天就是合掌 念這個咒語 念五分鐘 那當你在念的時候 你要觀想你那個壞 那個壞孩子 壞兒子壞女兒 或者他的臉很掙扎樣子 可是你一直念 一直念這個咒語 你會念 用去觀想 他的樣子變善良微笑了 念完以後你就把它收起來 49天後 記得把這個東西拿到哪裡 就是哪一個不孝子 把它的那個床墊掀起來 直接塞到裡面 都不要動它了 也不用跟它講 不用跟它講 你就偷偷放進去就好了 就這樣子 都不用動 也不用什麼包什麼 就這樣把它放 因為這49天裡面 你已經把咒語灌進去了 是 老師 我那不孝子 如果發現這個 把它拿出來 還把我罵一頓 然後或者把它丟掉 那我怎麼辦 那我再教一個 更深層的方法 除了床墊以後 下面還有一個木頭墊 就直接放在最下面那個木頭墊 就放在床墊 看你落到那裡 門秤腳都可以 床墊下都可以 看你落到那裡 然後這個之後 這個完了以後 你記得 第一次放的時候 就在你直接 如果小孩 要利用小孩子不在的時候 你就坐在他床上 腳盤起來或者是 或者是拿個椅子 針對他 譬如說床在我面前對不對 你就拿個椅子 針對那個床 你把它換起來 你兒子在那邊睡覺 一樣的合掌 這個唸一分鐘 嗯 唸完以後 就第一次就好 你放好的那一剎那 用一分鐘的時間 在那個床唸 那你觀想那個 那個床上 是你兒子或你女兒 睡在那邊 那 唸完以後 你就走開了 那 走開了以後 記得 你到初一十五 大家記得初一十五的時候 往生年花三朵 是 往生年花三朵 是 就這我剛剛講的這三朵 是 這三朵 那記得 這不用擦香 是 那掛金 我們就掛金 掛金三次就好了 是 初一十五 你這個總共要做六次 是 初一十五的時候 你就是在下午十二點過後的時間 記得 把這些全部燒 要燒在你門口 是 那記得當你在燒這個時候 要一邊一邊唸一樣 再教大家一次 翁阿鳳 翁阿鳳 莉莉他爺 莉莉他爺 Sohaba 阿里鳳 那你在一邊燒的時候 你一樣觀想你兒子 他開始變好了 其實這一套方法 我已經教了三年了 十個裡面有六個都有效 那其他四個是 沒有 不是 還是是什麼 不住在家裡的 沒有跟父母同住的 對 那個磁場就比較 對 差 會比較差 可是如果可以拿到衣服也可以 他的衣服 直接壓在母親枕頭下 練完以後 也一樣 壓在母親的那個床墊下 也OK 這是反方向做就對了 對… 好 來 接著我們請文安老師 也教大家一個 可以讓全家能夠 心想事成的小祕方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你要找一個金幣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示範的是 四面佛大凡天王的金幣 然後你先把你的願望先想好 想好 千萬不要說今天許願望明天更改 或者是今天許了下禮拜又更改 先想好你的願望 但你的願望必須 第一個它是很簡單的 譬如說 你說我想要有個房子 那這個東西 可能你會露露等說 我想要一個內湖東區什麼什麼什麼 都不要 你就要講得非常的簡單 再來也要非常的明確 譬如說你想要一台跑車 請把那個跑車的圖片 還有型號 還有整個狀況 要想出來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你可以運用雜誌上的圖片 稍微簡介一下 然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心裡默念 但是你如果覺得心裡默念 有困難度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在你的記事本上 然後時時刻刻看 然後對著金幣許願之後 連續七個晚上睡覺前都跟它許願 因為睡覺前是唯一 你會自己跟它獨處的時候 你可能平常在辦公室許願 旁邊會有老闆叫你 所以睡覺前許願冥想是最有效的 早上起來的時候 早晚各一次總共連續七天 過後把金幣擺在隨身可以攜帶的地方 比如說皮夾包包等等 等到願望成真以後 放到紅包袋裡面 放在抽屜裡面就可以了 記住就是說 當你願望達成以後 一定要做一些善事來去回饋 才會讓你下一次許願 會更快速的成真 這個朱老師這邊有一個 支持我們最近風災 然後有大法會是不是 對 我現在有一個在農曆的7月 7月25號到國立市9月13號 我要舉行一個贈災祈福 中元普渡的普超法會 可是我有可能在27或到3... 農曆的7月27到30 我有可能再集合我們道教的人 我們要到災區去 去幫他們做一種超度法會 是 對 好 感謝你 我們節目最後要送給大家 就是這個四面符的許願節目 我們要送出五個給觀眾朋友 好 請一打 0951098888 金卡 謝謝老師 謝謝 來 非常謝謝我們特別的 特別的分享 謝謝 好 也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消失同一間準收看 命運好玩 Bye Bye